嗯 我妈 妈 清雪 你给我听好了 深圳的钱餐可以不争 但是家你不能不要 明天你就跟我回去 我要你跟小夕 好好地过日子 妈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你就没我这个妈了 从今以后 咱俩断绝母子关系 完了 妈 妈 看这架势啊 你妈绑都要把你绑回去 要不然这样吧 你先送阿姨回去 公司这边我来盯着 这回去 又要面对小夕 说实话 我真的是没脸面对她呀 你要愿意逃避 你就一直逃避吧 那你想想 你不跟小夕离婚 才是对她最大的伤害 你老这么拖下去 她又带一个捡来的孩子 这年纪越来越大 你让她以后怎么嫁人啊 反正我也不能生孩子 我也不可能再结婚了 你能收留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结不结婚真的无所谓 喂 秦勋 我只要能留在你身边 安全马后 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但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你嫁在中间 你多难受 多纠结啊 我希望看到你坦坦荡荡的 行 奶奶 我是想先 奶奶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了 所幸我就将计就计 明天跟我妈回去一趟 小夕一直等着我回去 跟她离婚 我不能再耽搁她了 应该给人家一个交代了 好了 吃饭吧 你给我快点儿 哎呀 你给我快点儿 哎呀 行了 妈 这都到家了 你咋还不放心呢 我跟你说啊 你小子别跟我耍滑招 待会儿见了小夕 你得跟她好好地陪不是 行了 待会儿我把小夕星 带回村里 给你俩躺地儿 你跟小夕好好谈谈 听见吗 走 小夕 真的对不起 秦雪哥 我知道你这次回来 不是像妈说的那样 你不要有什么负担 也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小夕 我有一个请求 小夕星 能不能给我 小夕星还是我带着吧 你跟丽娜以后 肯定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当初是我要受养小夕星的 不讨历 我不想让这个孩子 成为你未来生活的负担 而且 丽娜 她不能生育 我是真的羡慕丽娜 我是真的羡慕丽娜 小夕 你是我见过 最坚强 最乐观的女人 你没有我 一样能够好好地生活 丽娜她 除了我以外 真的一无所有了 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你可以找一家好的医院 带她去治疗一下 小夕星现在还小 而且任人 等她长大了 如果她愿意的话 你再把她接走也不迟 你说呢 小夕 你是一个好女人 是我没这个福分 小夕 秦学哥 祝你幸福 也希望你能够早日 找到自己的幸福 如果以后那人 对你不好的话 我这个当哥的 还得收拾他们 那我先谢谢你了 不过我希望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发生得好 那我回镇上开会去了 你呢 我想回清平庄 看看小复星 也想去给两家老人 把这事说一下 要不还是先瞒一下吧 我怕他们一时之间 接受不了 这该面对的 迟到都是要面对的呀 那我陪你一块回去 你一个人回去 我不放心 不用了 小夕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这个恶人就让我来当吧 行了 你快忙去吧 那我走了 妈 我错了 是我对不起小夕 我是来向您请罪的 妈 您出来见见我行吗 你狠狠地骂我一顿 打我一顿 这都行 您别不说话呀 你给我起来 妈 听我说 起来 快点起来 别让孩子看见了 小复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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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爸爸 爸爸 来 让爸爸抱抱 让爸爸抱抱 刘洪梅 刘洪梅 你给我出来 刘洪梅 亲家 你咋 你说你咋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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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干啥呢你 亏我家小夕 照顾梁清却这么多年 你知道她都干了啥 咋 她和小夕离婚 是 她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不是 我家小夕当初真是瞎了眼 咋就看上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 我给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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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条件放下 我告诉你 清学她要是敢跟小夕离婚 我饶不了她 你行了 你别装了 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黑劲的母亲 我给你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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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妈干啥呀 她见她 不是为啥呀 妈 刘洪梅 你告诉你女儿 我为啥要打你 清平 你回家吧 我跟你婶之间的事 我 我俩会解决的 去吧 去吧 不是 你 你妈没脸跟你说 她跑到深圳去 挑唆清学回来 跟小夕离婚 你说你干的 这是人事吗你 是人事 人事是人呀 你两个人 婶 你误会我妈了 是丽娜那小妖精 缠着清学的 我妈是让清学回来 好好跟小夕过日子的 妈 是 你这 你 我姐说得没错 我跟小夕离婚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讲呢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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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打呀 我这一路是咋跟你说的 我好话 赖话 我都跟你说尽了 你答应我好好的 咱就一转身 你就变卦了 你气死我了 姐 你气死我了 你让妈打吧 你打我两下 我这心里还能好受一点 我对不起小夕 但是如果跟她 不离婚的话 我会更对不起她 妈 我也不想瞒你 我们俩的事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只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两个离婚 是我跟小夕 共同的决定 你啥意思 你是说小夕同意离婚啊 亲家 亲家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不会离婚的 她要是离了 我也不能让那小妖精 进我家的门 我在心里 只有小夕才是我的儿媳妇 再说了 她俩还有孩子呢 那小福星多可爱啊 多懂事啊 她俩散不了 你别听她的 妈 赶快给你丈母娘回话 快去哪 妈 你先消消气 小夕儿 我先送您回去吧 婶儿 这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小夕真离了 离了 小夕 你这个混蛋啊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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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我了 你 妈 你喝点水 消消气 妈 我喝点水 或者喝点水 有一湯 为啥就不跟家里 事先商量商量呢 小夕 你为啥同意离婚 她杨清学要当陈师妹 你死活不离 她能咋办 你可真是个傻孩子 你说你嫁过去这两年 没想过一天的福 竟遭罪了 遭啥罪啊 我做我自己愿意的事情 做自己愿意的事情 就不觉得苦 你以后也别去闹了 这离婚是我提出来的 秦学哥没比过 你 就算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那她杨清学 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地 就答应啊 那她同意离婚 也没说补偿你点啥 秦学哥说了要给我钱 我没要 要啊 为啥不要 那当保姆两年多 还得有工资呢 县城的房子我留下了 这样小夕心以后 长大了上学方便 对 钱我没要 她在深圳的开销挺大的 你看看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还替她着想 你还说你俩没感情 妈 你看小夕 她怎么这么傻 我就没见过 比你更傻的人了 傻点好 傻人有傻福 收下吧 婶儿 你 您把这钱还是拿回去吧 小夕说了她不要了 大冬 你快拿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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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婶儿 俊芳 你看我是诚心诚意地 来给你妈赔不是的 你说秦学干的这事 都是我没把娃教育好 来 你把这钱收下 让我进去看看你妈 去吧 婶儿 我也看出来了 离婚这事跟你没啥关系 是啊 你要见我妈就进去吧 我进去啊 亲家母啊 不对 瞧我只嘴 你说咱俩这亲家啊 算是做不成了 但也总比 跟别人的关系好 是吧 你现在啊 得保重身体 你 你要是有个啥 那难受的 还是小夕啊 妈 该吃药了 这就对了 我刚才给你拿了点钱 交给菊芳了 到时候让她给你和小夕 买点补品 好好补补身子 妈 那婶儿是真心来给你赔不是的 她诚心给的 怎样是不收 她心里也不得劲不是 你们俩老人 别为了孩子的事 再给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这事情已经这样了 两家不用跟仇人似的 那小夕跟清雪还不记仇呢 你俩就更没必要 对对对 菊芳说得对 这样我心里还舒坦点 要不然 我总觉得对不住你 我的日子都没法过了 要是你女儿嫁到我家 付出了那么多 我给你点钱你能舒心吗 那杨清雪太不是东西了 那么多年书全白念 对她不是东西 我也不是东西 可是 你骂吧 你怎么骂都行 我今天来啊 就是来听你骂的 你骂得高兴为止 好吧 她人呢 她让我给骂跑了 你这儿一天不消气 我跟她说了 就让她一天 别回咱们清平庄 你倒是挺会给她找清闲的 把她轰得远远的 所有的闲言碎语 都戳不到她的脊梁骨上 这不是我生的吗 所以这罪也就得由我来受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嗯 开心啊 爷爷刚才教你说的那些话 都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你要是表现好的话 爷爷还给你买这棒棒糖 好不好 好 来 来 爸爸来了 开心 鼓鼓鼓 鼓鼓 是今儿鼓 怎么怕这是孩子 哎呀 哎呀 你看孩子 爸这是咋了呀 你让开心自己说 开心 你怎么了 幼儿园小朋友都说 我是个没妈药的孩子 谁说你没妈药了 前段时间你妈妈 不刚给你系过变成金刚吗 还给你系了明晶片呢 我不管 爸 我要去我们幼儿园 接我的妈妈 开心 你乖啊 这好爸妈呢 这两天工作太忙了 没去接你 明天 明天好爸爸一定亲自去接你 好不好 爸 我有妈妈 我要妈妈 好爸爸 你给我选个好妈妈吧 幼儿园小朋友都能 让你去个老婆 就为了个妈妈 开心 这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的 还是你爷爷说的呀 第一幼儿园小朋友说的 不管谁说的 赶紧走吧 别让姑娘等的时间太长了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开心 开心 明天爸爸去接你好不好 开心